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孟婷的黄昏故事》 今天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老公月辉回到家 看到我穿着宽松的居家睡衣 脸上满是嫌弃的表情 嘲笑道 看看你这副样子 才几年就把自己弄成这样 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我立刻反击 那你给我钱啊 我去买几件像样的衣服和高档化妆品 他直接说没钱 然后讥笑道 没钱就闭嘴 看看别人家的老婆 漂亮的跟花似的 那是因为人家的男人有本事 你也只能认命 说完就往沙发上一躺 一边看着性感女主播 一边露出猥琐的笑容 她这话倒是提醒了我 我自己又不是没钱 几天后 我去买了一套上千元的小裙装给婆婆 还给女儿买了几件漂亮的新衣服 婆婆送货回家 我招呼她过来试衣服 婆婆嘴上连说着 我年纪大了 穿不了这么好的衣服 但从她的眼神里 我看得出她其实很喜欢 我坚持让她试试 妈 穿上看看吧 现在年纪还不算大 再不穿以后更没机会了 婆婆笑着接过衣服 那我就试试吧 她拿着衣服走进屋子里 我也给女儿换上新裙子 女儿才一岁 穿上新衣服 就开心地蹦蹦跳跳 冲着奶奶大喊 奶奶 快来看我漂不漂亮 婆婆换好衣服出来 和孙女互相夸着对方漂亮 我还给婆婆化了个简单的妆 三个人沉浸在这小小的幸福时光里 正当我们母女三人嘻嘻哈哈的时候 老公和公公推门进来了 公公一进门就开骂 败家娘们 买这些衣服 有个屁用 你整天在家待着 不出门 打扮给谁看 你妈不过是个摆摊的 买这些高档衣服 纯粹浪费 老公听了 也在一旁附和 妈 这钱又不是你挣的 你怎么还给赔钱或买衣服 简直败价 我气得发抖 月辉说得好像花的是她的钱似的 越说越激动 脸都红了 笑笑 不是我说你 月辉赚钱也不容易 你怎么能这么乱花钱呢 你就算了 你看看 你妈这么大年纪了 涂脂抹粉的 像什么样子 婆婆听到这些话 脸色一下子暗了下来 默默地去换下新衣 系上了九围裙 公共月建设还不依不饶 继续抱怨 都几点了还不做饭 李月娥 嫁给我这么多年 我可没让你受过什么委屈吧 让你伺候男人就这么难 我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婆婆尴尬地笑了笑 今天隔壁小区好几个客户要烤鹅腿 送货回来晚了些 婆婆本来是为了补贴家用才摆摊的 我生孩子后 她为了帮忙 带女儿就不怎么出摊了 但老顾客有时会打电话给她 她闲了就去送货 听着公共和老公的话 我气得浑身发抖 公共对婆婆的态度恶劣 对我也毫不客气 真不知道她一个没本事的渣男 哪来的优越感 我终于忍不住了 爸 你天天吃得穿的 哪样不是我妈摆摊赚来的 既然嫌她摆摊 你就别吃她的钱养着自己啊 公共不服气地嚷嚷 我怎么没赚钱了 上个月我还赚了十块钱呢 你回本了吗 你就等着吧 总有一天 我肯定会中大奖 成了富豪 谁还能一直倒霉 没想到 她居然真说中了 第二天 我们镇上的彩票站挂起了大红横幅 恭喜月剑舍先生中大奖 还有专门的领奖仪式 公共扬眉吐气了一把 鲜花 掌声 闪光灯围着她转 公共彻底飘了 以为自己是命中注定的大人物 其实 彩票店这么做不过是为了宣传 三天后 月剑舍回家 甩给婆婆一张离婚协议书 老太婆 签了字 我们各过各的 婆婆特意做了一桌好菜 准备庆祝一下她中了大奖 没想到她刚有了点钱 就想抛弃糟糠之妻 婆婆眼中含着泪 咬着牙问 李 你不是中了十万块吗 别忘了 这可是夫妻共同财产 这时 门外站着一个红发卷发的大妈 我一看 这不正是公共的广场舞搭子吗 大妈冷笑一声 李月娥 你就别想着这十万了 老月早些年欠了我不少钱 正好拿这钱补上 这儿欠条都在呢 公共那十万块早就被她吹成了百万 但算盘打得倒是挺精明 婆婆这辈子其实一直想离婚 没想到这次公共主动提出了 反而让她轻松了许多 公共挽着新欢缸走出五分钟 婆婆便长舒一口气 这些年真心为了狗了 然后我俩举杯庆祝 我庆祝婆婆脱离苦海 婆婆笑着说 说苦 其实也不算苦 早就看开了 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 反倒是现在自由了 看着她一脸轻松 我心里也下定了决心 可我没想到 当晚月辉回家 给了我个大惊喜 她甩给我一张离婚协议书 韩笑笑 我对你真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我们分开吧 好聚好散 我内心窃喜 但表面故作痛苦地哀求 老公 你别放弃我 我可以改变的 我现在拿不出那么多遣散费 我愿意放弃所有 只给你这一千块 请你别和我争孩子的抚养权 她一脸傲气 像是要成为富豪一般离开了 我捏紧手里的八万块遣散费袋子 和婆婆相视一笑 省下了这笔钱 也算是我赢了 月辉在我坐月子时就开始出轨 和她爸一样 总是在外面捏花惹草 我当时忍了 是因为不忍心婆婆一个人孤立无援 不是我忍得住 而是我没能力提出离婚 一方面我没钱独自抚养孩子 娘家人又靠不住 另一方面我舍不得婆婆 上辈子我一定拯救了银河系 这辈子才能找到一个 是我如亲女的好婆婆 我生孩子时 婆婆一直在医院前前后后忙活 医生都以为她是我亲妈 回家坐月子时 她也尽心尽力 为我变着花样做月子餐 除了喂奶 几乎不用我操心孩子 婆婆为了迎接新生儿 还专门去学习了育婴知识 考了育婴师证 公公和老公嫌弃我生了个女儿 婆婆给我炖排骨 他们嫌浪费 婆婆只好偷偷躲着他们 给我做好吃的 婆婆曾说 女人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 就是生孩子和坐月子 月子期间要是没照顾好 以后身体会留下病根 我曾问过她 您不嫌我生的是个女孩吗? 女孩怎么了? 女孩是咱们的小棉袄 我和你不也是女人吗? 再说了 咱家又没矿 也没什么家业需要继承 对门的婶婶和婆婆是好姐妹 婶婶曾经提起过婆婆的往事 婆婆坐月子的时候 不但没有好好休息 还得伺候一家老小 甚至被迫洗尿布 还是用冷水洗的 那时候她患过病 如今却愿意为我撑起一片天 婆婆打心底里 疼爱我的女儿 她总是抱着孩子 满脸宠溺 轻哼着小曲日夜哄着 毫无怨言 我熬夜赶稿子时 她担心我休息不好 便变着花样给我做夜宵 笑笑 如果你真的决定离婚 妈支持你 是月辉对不起你 原来婆婆早就知道月辉出轨的事情 她一直觉得我很可怜 觉得对不起我 但其实这段婚姻是我自己选择的 怨不得别人 婆婆很自责 觉得是她养出了这样没良心的儿子 因此内疚不已 婚后 我辞职在家开始创作 最初没有收入 全靠婆婆摆摊补贴家用 外界 包括我的娘家 都觉得我是个懒媳妇 天天待在家里不挣钱 连丈夫都讥讽我 说我整天对着电脑做白日梦 只有婆婆鼓励我 笑笑 人哪 就该有梦想 有了梦想 日子才有盼头 浑身才有干劲 不怕你笑话 我还想着有朝一日把我的烤饼摊做成连锁店呢 我点点头 婆婆真是理解我的人 直到后来 我的稿费慢慢稳定在每月一千 两千 三千时 我才拿给婆婆看 婆婆叮嘱我千万不要让月辉和公公知道 把钱自己存起来 以后女儿大了 需要花钱的地方多 其实 我不忍心看她每天起早贪黑那么辛苦 才告诉了她我的收入情况 婆婆倒是替我着想 但我心里也担心婆婆以后惦记我的稿费 毕竟她是月辉的亲妈 我离婚后 她可能还会顾念亲情 怎么办 是我心眼太小了 这段时间 我的文章小火了一把 稿费收入很快突破了六位数 我已经做好了离婚时的遣散费准备 没想到 月辉出轨被我当场抓住时 她竟然狮子大开口 说离婚可以 但要给她八万元的遣散费 还拿女儿威胁我 说不答应 就不让我见孩子 这下倒好 我离婚时直接付清了她 还省了几千块 说来好笑 我和婆婆 公公一起去办离婚手续 刚要出门时 婆婆突然脸色苍白 弯着腰扶着墙 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提议改天再去 公公一脸不耐烦地骂道 别耍花招了 赖着我也没用 我早就受够你了 婆婆脸色一沉 强撑着精神 你以为我稀罕你 走 办手续去 办完离婚回来后 公公冷笑道 老婆子 这房子是我爸妈的遗产 不属于你 婆婆看着这个住了一辈子的家 摸了摸它 擦了无数次的桌椅 这里是她伺候公公 抚养孩子 孝敬公婆的地方 她早就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了 可到头来 这里竟然不属于她 婆婆叹了口气 早该离了 年轻时舍不得孩子 忍了 等着孩子大了 以为就能过上好日子 等啊等 孩子结婚了 人也老了 在离婚怕被人笑话 没想到 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说着 婆婆的身体突然一软 弯下了腰 我连忙问 妈 您怎么了 肚子疼得厉害 我见她痛得汗珠直冒 赶紧决定送她去医院 月辉看我们要走 冷笑着说 这房子是我爷爷奶奶留下的 和你没关系 我们离婚了 你也赶紧收拾东西搬出去吧 老太婆 别耽误我带女朋友回来 公公更是粗暴地命令 赶紧收拾 不然我就把你们东西扔出去 你们难道看不见 妈肚子疼得厉害吗 我愤怒地吼道 别耍花招了 死老太婆 赶紧地 拖也拖不了几天 公公丝毫不顾婆婆的痛苦 依旧用命令的口吻对她说话 婆婆无力地瞥了她一眼 再也说不出话来 汗珠一滴滴地往下掉 我不想再和这两个狼心狗肺的人浪费时间 立刻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月辉冷冷地说 我周末要带女朋友回来 赶紧搬出去 别耽误我好事 月辉只想着她的心欢 完全看不见母亲的痛苦 我试图护着婆婆 但我一个人又抱着她这个病人 根本拦不住两个壮汉 我只能把婆婆扶到沙发上 嘴上答应月辉今天就搬 接着冲到房门口大声呼救 救命啊 对门的婶婶听到后立刻开了门 我哭着向她求助 婶婶 快救救我们吧 妈病得厉害 他们却非要赶我们 今天就搬 婶婶了解我家的情况 马上喊来了她的儿子 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 护着我俩下了楼 婶婶主动帮我照看女儿苗苗 我带着婆婆去了医院 医生检查后说 婆婆是急性懒尾炎 需要紧急手术 我只能一边哄着孩子 一边照顾婆婆 婆婆很过意不去 笑笑 我自己苦就算了 还拖累你 你一个人照顾苗苗也很辛苦 还是请个护工吧 看着这个一下子苍老许多的小老太太 我心里说不出的心疼 妈 别这么说 当初我生完苗苗 您不也是这样照顾我的吗 婆婆是个心系的人 自己亲手为我洗恶露 洗内裤 回家还变着花样 为我煲汤做月子餐 那时 我和婆婆还不熟 感觉很不方便 便打电话求助我亲妈 可我妈却说 你生的孩子 姓月不姓韩 我没义务照顾你 当时我心寒极了 婆婆看出了我的难处 也不多问 只是默默地替我做一切能做的事 所以 在她最需要的时候 我也绝不会袖手旁观 医院的环境不好 我不忍心 女儿和我们一起住在医院 编辑那边催了我很多次 我没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回娘家找帮忙 地席开门时 冷冷地瞥了我一眼 我站在门口的时候 谁来了 一阵风吹进来 竟把我弟媳给带来了 她一看到我就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 哼 你这臭脾气还是老样子 来找爸妈干嘛 我瞪了她一眼 我找我爸妈 跟你有什么关系 她痴笑一声 切 脾气这么臭 难怪没人喜欢你 我这个人向来是心直口快 不愿绕弯子 所以早就和弟媳不对付 弟弟先结婚 弟媳嫁过来之后 言语中就常常暗示我在家里多余 我自然不服气 与他吵了几次 家里人却都向着他 甚至连妈妈都直接说我嫁不出去 还拖累了弟弟一家 让他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 正因为这些 他们才极力促成我和月辉的婚姻 妈妈看到我抱着女儿 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 高兴地迎了上来 笑笑 回家还带什么东西 回家看看就好 我和你爸就高兴了 他伸手接过女儿 来 外婆抱抱大外孙女 妈妈逗着苗苗玩 我看他高兴的样子 赶紧拿出兜里的礼物 妈 这个镯子给你 你看看喜欢吗 妈妈眼睛一亮 啊 大金镯子啊 弟媳听到后 立刻凑过来看了一眼 酸溜溜地问 不会是网上听兮兮买的便宜货吧 妈妈听完 急忙拿着镯子凑到灯下细看 我笑着掏出发票递给她 她看着那串数字 脸上笑开了花 笑笑 你们月辉这是发财了 居然给我买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淡淡地说 妈 我婆婆刚做了手术 得住几天院 我想让你帮我照看几天苗苗 可以吗 妈妈一边看镯手上的金镯子 一边掂量着她的分量 笑着说 当然可以 我自己的大外孙女 我照顾几天 还不应该吗 买什么礼物啊 浪费 她嘴里这样说着 脸上的笑意 却怎么都收不住 月辉是个好女婿 让她不用这么客气 有空来 妈妈给她做顿好吃的 我轻轻摇了摇头 妈 这不是月辉买的 其实 我和她离婚了 妈妈脸上的笑容 一下子僵住了 满脸的不可置信 什么 韩笑笑 你离婚了 我点了点头 她的脸色 顿时变得铁青 满眼怒气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 月家的人不要你了 我就说你这坏脾气 谁受得了 你别想着回家 家里也没你的地方 别让亲戚邻居知道 你离婚了 我们丢不起这个人 还有 我也不可能帮你带孩子 她一脸厌恶地瞪着我 不是我说你 离婚了还拖着个孩子 干嘛不直接把她送回月家 气死我了 弟媳在一旁看戏 语气里满是幸灾乐祸 原来姐姐是被赶出来了呀 离了婚 还去照顾你婆婆 真是自讨没趣 你亲妈都没见你这么上心 看着她一脸嘲讽的样子 我压下怒气 冷冷地说 妈 我今天来就是问你一句 你帮不帮我带苗苗 弟媳继续在旁边添油加醋 妈 你说还有什么盼头啊 姐姐已经离婚了 没人要了 我狠狠瞪了她一眼 她立刻闭上了嘴 妈妈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你离了婚 这里就不再是你家了 说完 她扭过头去 懒得再看我一眼 我算是看透了 走上前 直接从她手里把金镯子撸了下来 我本来是打算请你帮我带五天苗苗 这个镯子就当谢礼 算了吧 我还是请保姆划算 我把首饰盒塞进兜里 拎起带来的礼盒 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抱着苗苗头也不回地往外走 妈妈追上来 笑笑 五天妈 我帮你带孩子 你别住这儿就行了 我冷笑着头也没回 不用了 妈 她急了 笑笑 你太任性了 你这样 以后就别回这个家了 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走出门 一阵风吹来 眼角一凉 我没回头 抱着苗苗静止回了医院 回到医院 邻居审审正坐在病房里陪婆婆聊天 看到我回来 审审站起身来接过苗苗 笑笑 苗苗跟我亲 我先帮你带几天 婆婆点点头 是我叫婶婶过来的 孩子在医院确实不方便 你就安心工作 让婶婶帮你照看几天 我心里满是感激 虽然我白天马自工作 婆婆平时也怕打扰我 经常带着苗苗去对门婶婶家玩 所以苗苗和婶婶也算亲近 婶婶抱着苗苗走了 婆婆转头对我说 笑笑 你的电脑和键盘我让月辉送来了 就在那个柜子里 我一听 赶紧打开柜门 果然看到自己熟悉的电脑设备 一天的阴霾顿时一扫而光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月辉居然还把我的东西送回来 真是稀奇了 我嘟囔道 婆婆笑了 我是她亲妈 说话还能不好使吗 婆婆这话我半信半疑 但她的体贴让我心里溢暖 当天晚上 我就打开电脑 敲起键盘 怕影响婆婆休息 我特意压低声音 婆婆看出了我的小心翼翼 笑笑 你就使劲敲吧 这些年 我听着你敲键盘的声音习惯了 不听着反倒睡不着 婆婆总是那么体贴 总是替我考虑周全 哪里有愿意忍受噪音的 只有真正把你放在心里的人 才会包容你的所有 深夜 有人敲门 是外卖 我打开一看 竟然是宵夜加奶茶 妈 这是你点的 婆婆点点头 我动不了手 不能给你做宵夜了 只好学着点外卖 我诧异地问 您什么时候学会点外卖了 婆婆笑了笑 这有什么难的 我之前还想把我烤鹅腿挂到网上卖 慢慢学着就会了 看着她一脸得意的样子 我心里暗下决心 谁对我好 谁就是我亲妈 白天去邻居婶婶家看女儿时 我发现对门的我以前住的房子居然贴上了大红的喜字 是月辉要办喜事了 我心中五味杂沉 婶婶叹了口气 笑笑 别难过 是她配不上你 我点点头 抱着苗苗陪她玩了一会儿 留了个红包 就回了医院 走到病房门口 我看到月辉竟然在削苹果 妈 我要结婚了 这些年 你也存了些钱吧 你再赞助我一些 婆婆眼皮都没抬 我哪里有钱 妈 你就别骗我了 上次我给笑笑送电脑 你还给了我一千块钱 怎么会没钱 那是笑笑的东西 再多的钱我也愿意出 妈 韩笑笑已经和我离婚了 和我没关系了 婆婆冷笑道 和你没关系 但和我有关系 她永远是我女儿 月辉气地站起来 妈 你给我钱 我再给你找个闺女 我就笑笑这一个闺女 其他的我都不认 婆婆语气坚决 月辉顿时泄了气 行 那我可是 你亲儿子 月辉愤怒地把削了一半的苹果扔在地上 扭头要走 正好看到站在门口的我 韩笑笑 你行啊 挺有本事的 怎么把老太太哄得心甘情愿给你钱花 我懒得理她 解释也没用 她这辈子恐怕都不会明白 月辉走后 我走进屋里 心里寄暖 又有些心疼那一千块钱 妈 您干嘛花这冤枉钱 给她一千块买就垫烤箱 还不如买新的 婆婆笑着说 我寻思你用惯了这台机器 心的万一用得不顺手怎么办 再说了 我那套电烤箱不也是你留下来给我的吗 没有那套 我做烤鹅腿还真掌握不好火候呢 用顺手了 确实舍不得 那天我回娘家前 先去对门婶婶家接了女儿 正好看到月辉在卖废品 甚至把婆婆做烤鹅腿的一整套工具都拿去卖了 我让她把电烤箱留下 她说 卖废品还能卖两百块 你要的话 给我五百 我没搭理她 她立刻改口 两百行不行 姐姐 你怎么还要这破烂玩意儿啊 旁边走出一个身材丰满 衣着暴露 浓妆艳抹的女人 轻易地挽住月辉的胳膊 冷嘲热讽 怀就什么呀 人得往前看 我笑了笑 是啊 我不要得破烂二手男人 还真有瞎子当宝贝呢 那女人气得跺脚 正要骂我 我啪的一声 把门关上了 等他们把废品卖了 我追上去拦住了收废品的老大爷 花一百块买下了那台电烤箱 大爷笑得何不拢嘴 给那个狗男人多一分钱 我都觉得恶心 我把电烤箱暂时放在婶婶家里 估计是婶婶和婆婆说了这事 那天我匆忙回娘家 忘了把电脑拿走 没想到婆婆帮我记着呢 有时候我想想 这段婚姻虽然失败了 但却让我多了一个真正懂我的亲骂 月辉再婚对我来说无感 外人可能觉得我该恨透她吧 离婚没几天 她就急着再婚了 但因为不爱 所以根本不恨 月辉结婚那天 婆婆刚好出院 我特意带婆婆去商场挑了一件喜庆的旗袍 婆婆也听了我的劝 包了个大红包 给未来儿媳 毕竟月辉是她的亲儿子 我希望一家人能好好相处 结果旗袍和红包全都没派上用场 月辉结婚根本没通知婆婆 婆婆一直紧张地准备上台致辞的内容 直到刷抖音时才看到朋友推送的视频 原来 他们的婚礼早就办完了 排场比我和月辉结婚时大得多 本该是亲妈上台致辞的环节 却被公共的一个老乡取代了 婆婆一边刷着视频 一边老泪纵横 评论区有人问月辉 为什么没让亲妈上台 她的回复更是让人心寒 这老太婆只会烤鹅腿摆地摊 上了台不是丢人现眼吗 张阿姨比她年轻漂亮 以后张阿姨就是我亲妈了 没看我爸开心的还多包了我两百块红包吗 我没再说什么 有些情绪只能自己消化 就像婆婆担心我被娘家人赶出去 提前和邻居婶婶商量好两手准备 打算陪我去租房子 让我和女儿有个落脚的地方 我看中了一套小三居 提前买好了生活用品 婆婆出院后 我带她回到这套出租房 又把女儿接了过来 没有臭男人的家 空气都是清新的 婆婆再也不用给公公洗脏衣服了 整个人肉眼可见地放松了许多 哄着女儿时 她还会轻轻哼起小曲 我忍不住逗她 妈 您最近心情不错呀 婆婆笑了笑 感慨地说 我想通了 所有的关系 能处就处 处不来就算了 亲儿子又怎么样 白眼狼多了去了 这一辈子 搭进去三十年 现在要为自己而活了 我也笑着点头 通透 简直太通透了 我继续忙着写稿 婆婆则趁着女儿午睡的时间钻研各种口味的烤鹅腿 没有了公公和前夫的束缚 没有了公公和前夫的束缚 婆婆时间更充裕 她习惯了听我敲击键盘的声音 而我也渐渐习惯了厨房里滋拉滋拉烤鹅腿冒油的声响 不久 婆婆的烤鹅腿火遍了我们这个新小区 我找的这套房子 旁边有一所寄宿高中 学生和老师们口口相传 婆婆的鹅腿被孩子们称为奶奶的烤鹅腿 每天中午 婆婆都忙着给学校送货 女儿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跟着奶奶一起去给大哥哥大姐姐们送烤鹅腿 生活开始慢慢变好了 转眼女儿快要三岁了 现在她最喜欢的事 就是晚上跟奶奶一起去摆地摊 每天晚上 婆婆最多一个小时就能把带去的两百份鹅腿全部卖光 我建议婆婆多做一些 拓展摊位 婆婆却说 我的主要任务是看好苗苗 卖鹅腿只是顺便的事 我知道她还是担心我 不放心自己带着孙女出门 说实话 最初我也有顾虑 后来闲逛时经过她的摊位 看见婆婆和女儿配合默契 婆婆考 女儿装戴 小小的身影穿梭在摊位前 顾客走时 女儿甜甜地喊 叔叔 吃好了再来呀 排队的人都忍不住夸她 婆婆笑得满脸开花 在鹅黄色的绿灯下 婆婆眼里满是对女儿的宠爱 她不小心被油烫了一下 小女孩立刻跑过去给奶奶吹吹手 我看着这温馨的一幕 心里觉得特别暖 人间烟火气大概就是这样吧 婆婆坚持限量供应 每天只做两百份 卖完就收摊 当然 我这段时间也没闲着 我憋着一股劲 想证明自己 即使离婚 我含笑笑也能活得很好 我不断学习提升 不断创作鲜活的角色和情节 在婆婆眼里 我做的是有学问的事情 她每次收摊回家 就变着花样给我做补脑的好吃的 有时候我埋头写作 等抬起头时才发现桌上放着切好的果盘 这种感觉怎么说呢? 既被尊重 又被照顾 这期间 我的作品被一家影视公司看重 卖了版权 突然就有了买房子的首付款 婆婆的生日也快到了 我瞒着她 买下了一个小小的门面房 不算大 但足够实现她的梦想 开店 先从一家店开始 再慢慢做成连锁品牌 婆婆生日那天 我带她去了店门口 把钥匙交到她手里 这家店 女儿兴奋地欢呼起来 奶奶要开店了 婆婆眼里闪烁着泪光 就像当初我给她买那件衣服时一样 满是感动和惊喜 她激动地说 笑笑 你的心意我领了 可这门面房真的不能再退了吗? 说着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本房产证 上面赫然写着我的名字 房产是我们本地最好的小区的房子 位置就在我买的门面房对面 看到我满脸疑惑 婆婆解释道 我们娘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你马上要过生日了 我想给你买房子 而你也想着给我买店面 现在可好了 两处房产我们根本供不起 你把门面房退了吧 我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婆婆和公共离婚前 其实就已经攒下了一笔钱 都是背着公共省吃俭用存下的 这两年 她的生意也不错 再加上她向来精打细算 凑了凑 就给我付了房子的首付 两处房子确实压力不小 我本来是打算留住门面房 可婆婆极力劝我留下她 给我买的这套大三居 拗不过她 我答应先跟她去看看房子 那是我们本地最好的学区房 环境优雅 设施齐全 苗苗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 一路上 婆婆都在劝我把门面房转出去 走进新房 我被卧室那面巨大的落地窗吸引住了 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 金灿灿的 暖洋洋的 只一眼我就喜欢上了这地方 婆婆站在一旁 兴奋地描绘道 这儿可以打一个大大的书架 你就可以坐在这里码字 旁边放一张舒适的沙发 晒着太阳看书 多好啊 而且 渺渺上学也方便 看着一心为我和女儿着想的婆婆 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多亏了她 让我在下半生还能遇到真心为我考虑的人 这些年 我的亲生父母和弟弟从未主动联系过我 哪怕一个电话也没有 女儿学会了外婆外公和舅舅这些称呼 却不知道真正的外婆和舅舅是谁 她问我 妈妈 外婆和舅舅在哪儿 婆婆劝我带女儿回家看看 我带着女儿远远地看见妈妈和人聊家常 那人问她 你有儿有女吗 她回答 有个儿子 已经结婚了 原来在她心里 我早已不存在了 她明明看见了我 却转过头 假装没看到 像避开温神一样 匆匆离开 女儿拉着我的一脚问 妈妈 那是姥姥吗 我蹲下身 轻声告诉她 不是每个孩子都有姥姥 但没关系 没有姥姥的孩子 有妈妈和奶奶疼 看着还在滔滔不绝 介绍房子的婆婆 我不禁感慨 有血缘的人可能会变成陌生人 而无血缘的人却能真心待你 婆婆见我眼里含着泪 关切地问 不喜欢吗 我深吸一口气 笑着说 喜欢 很喜欢 这简直是我梦中的书房 妈 我们不卖了 都留下吧 婆婆看出我眼里的坚决 重重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日子 我加倍努力地写作 婆婆也学着在网上卖她的鹅腿 销量大增 虽然房贷压力大 但我们的收入也逐渐增加 人只有在逼自己一把石 才能发现自己的潜力有多大 苗苗上幼儿园后 我每天亲自接送她 某天 正好在校门口碰到我的亲妈和弟媳 他们一看到我 瞪大了眼睛 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笑笑 你又结婚了 弟媳看我上下打量了一圈 惊讶地说 姐姐 你可真行啊 又嫁了个有钱人 我冷笑一声 没错 能送孩子上这所学校的家庭 大多是有钱人 但凭什么我含笑笑 就一定得依靠男人才有钱 我现在独立自强 过得很好 自从女儿上学后 我也开始注重打扮了 毕竟小孩子会在同学面前 比谁的妈妈最漂亮 弟媳用狐疑的眼神看着我 巧声问 姐姐 你是棒上有钱人了吗 不等我回答 妈妈立刻大声质问 含笑笑 你当小三了 丢不丢人 我竟然有你这样不要脸的女儿 我冷冷地看着她 原来 我早就不是她的女儿了 不是吗 弟媳忙上前拉住我的手 姐姐 你别生气 妈妈那是气话 你能把苗苗送进这么好的学校 是不是能帮帮忙 让然然也来上学 我冷笑一声 一把甩开她的手 不好意思 我没那本事 弟媳见我不理她 赶紧朝妈妈使了个眼色 妈妈立刻变脸 笑容满面地说 笑笑 然然可是你亲侄子 就算你不认我这个亲妈 也不能不管你侄子啊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哼 我冷笑着说 是你先不认我这个女儿的 你只有一个儿子吧 既然我的存在 只会给你丢人 我这个离婚的女儿 不给你丢人 就算好了 现在又当了小三 怎么可能给你丢人呢 说完 我转身就走 不再理会他们 背后传来地习咬牙切齿的声音 呸 当个小三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我懒得解释 有些人心里脏 看什么都脏 现在的我已经想开了 不再为了别人误解自己而费力去解释 谣言止于智者 与这种人争辩 只会浪费口舌 我习惯送完苗苗后 去婆婆的店里转转 没想到 妈妈和弟媳居然一路跟了过来 看到笑笑烤鹅腿的店鸣 他们俩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我和婆婆正好送健身教练的妻子出门 被他们看到了 弟媳在妈妈耳边低声嘀咕几句 妈妈立刻变脸 指着我大骂 含笑笑 我说你干点什么不好 非要做这种肮脏的事情 表面卖鹅腿 实际上卖的谁知道是什么呢 婆婆听得满头雾水 但仍旧客气地邀请我亲妈进店 我冷笑道 不买腿的就靠边站 别妨碍我们正常营业 不就是母女关系吗 早就断了好几回了 你不嫌烦 我还嫌听腻了呢 第二天 婆婆的店里就被举报 说是进行不正经的交易 我被气笑了 明明是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亲人 却心底里认为我过不好 看我过得好 他们便恶意揣测我是靠做赃生意过的 警察走访了附近商家 还有不少忠实顾客作证 才发现是诬告 警察找到弟媳警告他不要再造谣 他只能兴兴而去 离婚没几天 我在家赶稿子 突然接到婆婆的电话 说弟弟和弟媳来了店里 我告诉他 直接把他们赶出去 婆婆却笑着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开口不骂送礼人 我想了想 婆婆现在开店做生意 当然要讲究和气生财 但我可不一样 谁惹我 我就对付谁 弟媳之前还诬陷过我 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这会儿他们又跑来搞什么幺蛾子 我火速赶到店里 看到弟媳满脸堆笑 手里提着一箱特伦苏牛奶 说是给苗苗喝的 抱歉 我家苗苗不喝这个牌子的牛奶 你们还是拿回去吧 弟弟一看到我 立马从凳子上弹起来 跑过来就要拉我的手 我往旁边一躲 你有这么熟吗 弟弟的手浆在半空中 愣了半天 他善善地搓搓手 看了眼内像牛奶 这么好的牛奶 万生女都不喝吗 他随手拆开盒子 掏出一袋牛奶 吸了一口 笑嘻嘻地说 姐姐 你还在生气啊 咱们姐弟俩从小就亲 你消消气 别生美灵的气吗 说着 他满脸嫌弃地 挑了一眼弟媳 给他使了个眼色 弟媳健壮 立刻怯生生地说道 姐姐 妹妹我以前有眼不识泰山 是我思想龌龊 对不起你 说着 他竟鼓足勇气 朝自己脸上啪啪打了两巴掌 婆婆看到了 连忙喊道 哎呀 有话好好说 怎么还打自己呢 我只觉得好笑 弟弟又吸溜了一口牛奶 接着开口 姐 我这不是看我大侄子 今年也要上幼儿园了吗 妈总说你有本事 可是我这些年干活没挣到什么钱 银行还欠了二十万 姐 你看 我真没想到 好几年没见面的亲弟弟 见面第一句话就要我给他钱 我叹了口气 有勤奋的兄弟 能帮我当然会帮 但这个弟弟小时候仗着自己是男孩 没少欺负我 后来有了美玲 就觉得我是多余的 整天给我介绍各种年纪大的男人 想拿我的彩礼钱去买房子 可惜还没来得及把我这个能赚钱的姐姐嫁出去 他就先把美玲的肚子搞大了 只能急忙结婚 结婚后 我在家就更没地位了 我被赶到房间 天天埋头写作 他却觉得我有病 把我的房间整理出来 把我的东西全扔到外面 逼我去租房子住 也是因为这样 我才在遇到月辉后 匆匆把自己嫁了出去 抱歉 我和女儿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 实在帮不了你 我笑着说道 弟弟的脸色立刻变了 韩笑笑 我都这么求你了 你怎么铁石心肠 还无动于衷 我就是不帮 你都离婚了 宁可帮一个外人老太太 也不帮自己的亲弟弟 不帮 我平静地重复了一遍 弟弟满脸通红 猛灌了一口牛奶 气急败坏地喊 不帮也得帮 那二十万欠款你必须还 哪家姐妹不帮兄弟的 弟弟 我看这几年 把你灌得真不清 我冷笑 好大的脸啊 我离异带娃最艰难时 你们躲得远远的 见我现在住高档小区混得不错 就立马贴上来认亲 我告诉你 我侄子上幼儿园的事 别打我房子的主意 哎呀 咱就看好你家小区那所幼儿园了 要不你把房子直接过户到我名下 弟弟说着 仰着头 像喝醉了酒似的 一副痴人说梦的模样 说到房子啊 那得问我婆婆 首付是她付的 贷款是她还的 我说了不算 我慢悠悠地回答 再说了 赚钱的是婆婆 不是我 不是你的房子 两人面面相去 难以置信 毕地回过神来 堆笑着对婆婆说 阿姨 我看您一向是个女强人 能干得很 我姐姐欠的那二十万 哎呀 年轻人 你说啥 我耳朵不好 听不清 婆婆装作没听见 我姐姐欠的二十万 您替她还 啥 大声点 弟弟刚要大喊 弟媳终于看出了 婆婆是装的 立刻拉住弟弟的衣袖 两人气呼呼地走了 我冲婆婆竖起了大拇指 婆婆轻轻叹了口气 我还以为他们来干嘛呢 下次他们再来 我就直接轰走 不耽误你时间 谁能想到 没过几天 笑笑烤鹅腿突然火了 事情起因是一个账号爆出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 婆婆用手按了一下烤鹅腿 又将它放回烤架继续烤 评论区瞬间炸了锅 这也太恶心了吧 干枯的大手直接碰食物 注意卫生好吗 食品安全问题这么严重 摆脱戴手套好吗 一时间 质疑声不断 婆婆看着评论 愁得直叹气 没想到不到一小时 店里订单却突然暴涨 员工们加班加点 也赶不及这么多订单 原来 那些老顾客 纷纷涌进评论区 用实际行动支持婆婆 尤其是我以前租住的小区旁的高中生们 现在都成了大学生 他们都说 怀念鹅腿奶奶的味道 更多曾经吃过婆婆 烤鹅腿的顾客 也出来声援 评论区风向迅速逆转 大家纷纷留言 这烤鹅腿外焦里嫩 金黄酥脆 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味 食品安全问题 赶紧来我们这儿开一家 让我们监督监督 越来越多的网友请求 开分店吧 鹅腿奶奶 没想到这段视频不但没打压婆婆 反而让她成了网红 我趁热打铁 鼓励婆婆将生意扩展到全国各地 婆婆摩拳擦掌 立刻买了机票 去各地考察 我大概能猜到 那个最初爆出视频的账号主人 此刻可能在被窝里哭吧 花了大笔钱炒作 没想到偷鸡不成十八米 婆婆回来后 招揽了一批家庭主妇加入 他们身上都有婆婆当年的影子 一辈子依附男人 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活 压抑着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现在 他们也有了追求梦想的机会 婆婆的烤鹅腿连锁店迅速扩张到三十家 遍布全国各地 如今婆婆成了远近闻名的女企业家和劳动模范 前夫得知后 带着儿子找上门来了 几年不见 她消瘦憔悴 满头白发 胡子拉叉 看上去像个七老八十的糟老头 再看一眼 婆婆穿着得体的丝绒裙子 画着精致的妆容 整个人看起来越来越年轻 月辉曾怎么形容婆婆的 说她不光老了 还显得很油腻 站在那儿都像能滴出油来似的 月娥 我们复婚吧 公共月建设突然开口 张采兰就是个贱货 一点都不忘夫 只有你最合适 我彩票中了大奖 以后咱俩就能过好日子 不用再苦 哈哈地卖烤鹅腿了 婆婆倾笑一声 苦 我现在的日子可一点不苦 嫁给你那时候才是真苦呢 听邻居婶婶提起过 这些年月建设和月辉的日子过得并不好 张采兰本就是冲着月建设的百万大奖去的 结果发现 所谓的百万 只是月建设吹嘘出来的 气得找人狠狠揍了她一顿 还卷走了她所有的钱 之后就消失了 张采兰自以为精明 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 后来又搭上了一个有钱老头 结果被老头的子女狠狠地教育了一番 现在卧病在床 动弹不得 月辉的现任媳妇更是个厉害角色 得知那一百万只是镜中花 她立马开始闹腾 但她既不离婚 也不吵 直接就摆烂 她让月辉刷信用卡 给她买买买 自己在家逛吃逛喝 还学会了赌博 她和月建设倒是志趣相投 两人常一起找月辉要钱 不给钱的话 她就哭闹耍泼 家里垃圾堆成衫 也不打扫 一家人活得像住在垃圾场 妈 你就和爸复婚吧 我们爷俩这两年过得什么日子啊 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月辉哭诉着 我也和笑笑复婚 给苗苗一个完整的家 我赶紧摆手 不用了 我现在过得挺好 苗苗有妈妈和奶奶就够了 想起从前那段日子 我就不寒而栗 月辉健壮 连忙继续表白 笑笑 我是一时被猪油蒙了心 那女人这几年把我折磨得够呛 她的话音刚落 一个胖胖的身影从一旁冲了出来 月辉 你把话说清楚了 当初追我的时候 怎么说的 说要把我当宝贝 捧在手心里宠着 现在 我过得像什么 穷酸日子 你还想赶我走 和这个贱人复婚 我告诉你 没毛 说着 她脱下鞋子就往月辉身上砸过去 月辉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拔腿就跑 等到她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时 脸上青一块子一块的 狼狈不堪 远远地朝婆婆喊 妈 声音里竟带着哭腔 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婆婆连头都没抬 淡淡地说道 你那张妈妈 好歹还能上台面 我不过是个卖烤鹅腿的 省得给你丢人现眼了 别叫我妈了 我可受不起 月辉脸色一变 突然狠狠给了自己一耳光 妈 你不能不认我呀 我就是个混账 你不知道我这两年有多想你 我好想吃你包的饺子 那是妈妈的味道啊 你是我的亲妈呀 说着 眼泪鼻涕一同往下流 情真意切 别误会 这可不是演戏 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情感 婆婆的厨艺是真的好 她总是爱钻研各种菜式 看似简单的一碗小米粥 惊她手就变得格外美味 至于她包的饺子 那味道 一个字 香 如果当初我离婚后没有留在婆婆身边 我估计也会像月辉一样 时时想念她的手艺 然而 婆婆面对月辉的真情流露 却无动于衷 眼底毫无波澜 她站起身来 仿佛想起了什么 拍了一下大腿 哎呀 我的烤鹅腿时间到了 然后转身走向厨房 月辉急忙向我求助 笑笑 你帮我劝劝妈吧 咱们以后还是一家人 对呀 笑笑 你劝劝你妈 月建设也不甘心 满脸期待地看着我 我淡淡地说 你们请回吧 要不我把离婚证拿出来给你们看 我们真的没关系了 月辉怒了 韩笑笑 你耍什么花招 我妈的钱都花你身上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她店名 为什么叫笑笑烤鹅腿 我去告你诈骗老人 没等我说话 厨房传来婆婆的声音 搞错了 这店是笑笑自己盘下来的 名字不用她的 叫什么 再说 笑笑现在可是个有名的作家 她比我低调 你们才不知道 月辉瞪大了眼睛 上下打亮着我 满脸惊讶 随即堆上笑脸 赶紧拍马屁 笑笑 我就知道你能成功 现在看你浑身都是书香气 书香气 那不是钱的味儿吗 月建设立马跟着拍马屁 当年我就看好你了 就知道你肯定有出息 他们的马屁拍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 现在他们才明白 当年他们丢掉的是两块金子 而捡回的却是两块烂草 后来 我逐渐变得足够强大 出版了不少作品 也算小有名气 蒂席借着我的名气做起了网红直播 声称 你们知道那个大作家韩笑披霜吗 他可是我亲大姑子 网友纷纷艾特我求证 我只回复一句 不好意思 不认识 网络上最令人讨厌的就是造假和吹牛 直播里信口开河 最招人反感 网友们怒了 纷纷举报弟媳的账号 他被永久封号 弟弟更是走投无路 把房子都抵押了 他们一家六口 只能挤在六十平米的出租屋里 拍视频在我的作品下留言 我干脆连看都不看 他们还跑到我原来的小区找人打听 我早就搬走了 住进了高档别墅区 他们恼羞成怒 在网上抹黑我 骂我白眼狼 吸干娘家人的血 结果 根本不用我亲自出面 我的粉丝就把他们反击得体无完肤 他们彻底被打倒 从此在我的世界里 销声匿迹 月辉靠着他爸爸 没能成为富二代 生活所迫 他也学起了摆摊 模仿婆婆卖烤鹅腿 还顺带直播 你们知道吗 笑笑烤鹅腿的创始人 是我亲妈李月娥女士 网友又爱特婆婆求证 婆婆冷冷回复 不认识 除夕夜 婆婆在厨房包饺子 我走过去 拿起擀面杖想搭把手 婆婆一把夺了过去 你那双手是弹钢琴的 我可舍不得让你碰这些活 我疑惑地笑了 妈 我不会弹钢琴啊 婆婆笑着说 你敲键盘的样子不就是在弹钢琴吗 这活你别干 动脑子写东西就够累的了 女儿跑进来 奶奶 我不弹钢琴 我帮你包饺子 我们一家其乐融融 笑声回荡在温暖的厨房里 婆婆笑着点点头 撕下一小块面团递给女儿捏面人 我只好退出了厨房 此刻心里无比幸福 我在娘家时 所有脏活累活都是我一个人干 没想到我韩笑笑上辈子竟然拯救了银河系 离了一场婚 却遇到了一个真正疼爱我的妈妈 我拿起手机刷视频直播 想找些写作素材 没想到无意终点 进了月辉的直播间 这才明白过来 她根本吃不了烤鹅腿这份辛苦 直播卖烤鹅腿 不过是想蹭热度而已 她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通过直播赚快钱 只见月建设裹着一床破旧的被子 时不时探出个头露个脸 分明是在博取观众同情 月辉在放着悲伤的音乐 编唱凄惨的歌边故作哽咽 没唱几句眼泪就下来了 她情绪突然崩溃 猛地对着月建设踹了一脚 骂道 都是你这个毒鬼 害我失去了我妈 你个废物 她不停地踢踹着老头 废物 没用的东西 月建设蜷缩在一旁 也不反抗 只是低声说道 怎么能怪我 你妈不是也嫌弃你了吗 正看得无语 婆婆端来了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 还五颜六色的 她笑咪咪地喊道 笑笑 别看那些没用的东西了 过来吃饺子吧 这里有四种馅儿的 三鲜 韭菜鸡蛋 酸菜猪肉 还有你最喜欢的鲍鱼馅儿 我放下手机 走过去 闻着饺子的香味 感动地抱住了婆婆 真香啊 你这个小丫头 我才是捡到了大宝贝呢 婆婆笑着拍了拍我的手 女儿突然从房间里蹦出来 扑进我们怀里 甜甜地说 我捡到两个大宝贝呢 三个人相视一笑 笑声在屋里回荡 窗外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 映得我们三人的笑脸格外灿烂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暑假嫂子带小侄子来我这旅游 打车回家 一进门 嫂子就忍不住张望 月月 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啊 嫂子嘖嘖两声 我以为你们在大城市的人都很风光呢 这房子有点小 我察觉到嫂子对这不满意 立刻接话 不然还是住酒店吧 离这也不远 我租的一居室 平时一个人住 还算宽敞 可在睡俩人 就显得拥挤了 本来我也是打算给嫂子和小侄子订酒店的 可临出发前 嫂子执意拒绝 花那愿望钱干啥呢 都是一家人 咱住一起 挤挤就行了 我妈也在电话里教育我 你看嫂子多心疼你 给你省钱这过日子的技巧 你还是得跟你嫂子好好学学 尽管我再三表明我只有一间房 但见他们态度都很坚决 你客厅不是有个沙发床吗 睡 那就行 我不好再拒绝 想着嫂子一共也就来个三五天便答应了 但现在看来 嫂子对住这并不情愿 见我又提起住酒店 嫂子急忙改了笑脸 哎呀 我开玩笑吗 怎么还当真了 你们在大城市待着的小姑娘就是脸皮薄 不像我 说话没边乱开玩笑惯了 说着嫂子放下背包 带着乐乐去卫生间上厕所了 我听着有点不舒服 但终归是一家人 不好服了她的面子 我让嫂子和乐乐先休息一会 晚上带她们去外面吃饭 算是给她们接风了 提到吃饭 小侄子瞬间兴致高昂 姑姑 晚上你带我们去吃什么呀 我拿出手机给她看 附近有一家火锅 一家烤肉都还不错 还有一家东北菜和本地京菜 你想吃哪家呀 可不料乐乐拿过去扒拉了几下手机 皱着眉还给我姑姑 这些我都想吃 我以为是孩子有自己的想法 听了很高兴 小时候我总是畏畏缩缩的 不敢在家长面前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现在看到小侄子勇敢大方地表达自己 我真心地觉得开心 我问那乐乐想吃什么呀 本来还以为她会说炸鸡汉堡之类小朋友喜欢的 可没想到侄子脱口而出 一家人均八百的自住餐厅 我没反应过来 又确认了一遍 侄子开心地点头确认 对 就是这家 我有些愣住 这家餐厅在老家没有 侄子应该没有吃过 现在能这么快地指定这家 估计是来之前就想好了的 嫂子见我不说话 便叠衣服便笑着解释 她好朋友之前吃过这家 她很羡慕 所以心愿一直想吃 咱老家那边不是没有吗 正好你们这大城市有 这臭小子可算如愿了 嫂子言语中也像是确定好了 就吃这家 我脑子里快速计算 人均八百 三个人就是两千四百了 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房租 嫂子半个月的工资了 我今年才研究生毕业 刚正式工作两个月 积蓄还少得可怜 说实话 不肉疼是不可能的 我不想打肿脸充胖子 笑着问小侄子 乐乐姑姑现在还比较穷 下次来再带你吃这家 这次我们先吃别的好不好 乐乐一把推开我 不妈 我就要吃这个 说着她过去抱住嫂子大腿 祈求妈妈 求求你了 我就想吃这个袈裟 嫂子拉她起来 好好好 小祖宗你赶紧起来 说完她又看看我 笑着劝道 乐乐 你看乐乐实在喜欢这家 你就当帮她实现心愿了 我愣住 如果是普通朋友 我就直接对了 可碍于姑嫂的关系 我不想横生时端 转念一想 小孩童年一次快乐的经历 可能会在她长大后 治愈人生困难时刻 我摸摸乐乐的头 开玩笑道 你以后可要把姑姑 写进作文里挖 姑姑万岁 就这样 我打了车 三个人满心欢喜地去了这家餐厅 到了前台 服务员微笑着提醒女士 为了避免过度浪费 除了用餐费用外 我们需要额外先收每人餐费的20%作为押金 没问题 嫂子笑着答 嗯 我也点头 自助都是这么个规矩 大家都懂 尴尬的是 我在刷卡时被提醒余额不足 服务员微笑地看着我 女士要换个支付方式吗 嫂子正在把餐厅里的一些摆设指给乐乐看 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我这边的情况 后面又有新的客人进来排队询问了 我有点尴尬 慌忙切换到另一张绑定的卡 我毕业用来存钱 从来没有消费的储蓄卡 低的一声付款成功声音响起 我的心在滴血 我默默安慰自己 没关系 都是一家人 哪有这么多计较 就当也顺便犒劳自己了 付款后服务原因 我们进去里面的海鲜种类丰富又新鲜 引得乐乐开心的尖叫 见乐乐这么喜欢嫂子 额外还又加了两份单独付费的奥笼 并让乐乐站在大龙虾前面和她合影 本就超标的餐费瞬间又高了一些 不过好在整顿饭吃下来 我们三个都很开心 我也就觉得这钱花得值了 我虽然今年才毕业 也没有多少积蓄 可毕竟这也是嫂子第一次带孩子来这晚 以后还能麻烦我几次呢 吃完我们打车回家 路上嫂子问侄子 宝贝 吃到这么多 好吃得开心吗 乐乐连连点头 抱着嫂子的脸亲了一口 开心 谢谢妈妈带我吃好的 我笑着看着 以为接下来嫂子也会提一句还要谢谢姑姑 可默默等了几秒 嫂子和小侄子的话题已经拐到了车窗外的风景上 我幸幸然收回视线 点开外卖软件 下单了一些肉 蛋 奶 蔬菜和零食 我上班的公司包三餐 我平时很少在家里吃 想着嫂子他们既然来家里了 自己做饭也很方便 以后几天就让他们自己做自己喜欢吃的 本以为这样的安排很妥贴 可一进门看到已经送达的外卖 又听我说明想法后 嫂子忽然冷了脸 乐乐 哪有客人来家里让客人自己做饭的 这就是你高学历有文化的人的代客知道吗 我在嫂子的指责声中傻了眼 嫂子还在继续输出 再说了 出去玩很累的 你知不知道我回来哪有精力在做饭 嫂子句句说得理直气壮 我看场面有些难看 笑着缓和气氛 嫂子 你哪里是客人呀 咱不是家人吗 我想着来家里了 那肯定更愿意吃家里的饭 嫂子 杨梅 那你做吧 我反正不做 听她语气这么带刺 我的脾气也有点上来了 我要上班 晚上回来就很晚了 我不吃也没时间做 她搞笑 我自己给自己做饭的次数 一只手数地过来 现在还要伺候她们母子 她真以为我的容忍是没有限度的呀 见她不言语 我寻思她也自知理亏了 提出了中和的意见 那不然 你们点外卖吧 我把收获地址发给你 嫂子没说话 低头看了眼手机上的地址 打开外卖软件 我以为她是想把地址保存下来 没想到她上下滑动了几下外卖页面 眉头又皱了起来 这些外卖这么贵 一份动辄就二三十 我可没这个闲钱 我没忍住吃笑出声 京市物价虽然整体偏高 但普通的家常外卖和老家比差不了几块钱 刚才两千多的自助嫂子眼睛不眨就定了 现在轮到自己出钱了 一份二三十的外卖都嫌贵了 嫂子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 你笑什么 我无语地摆摆手 没什么 反正选择就这么几个 要么你们自己做饭 要么自己点外卖 都不愿意就在外面玩的时候 顺便把饭也吃了再回来 嫂子瞪大眼睛拔高音调 那你就不管我们了 你就不能替我们点外卖吗 我觉得有些好笑 你自己都是一个七岁孩子的妈妈了 还要我照顾吗 再说了 你花自己的钱舍不得 我的钱就是大风吹来的呀 我点开手机 展示在她面前 嫂子 你看看我手机上有多少工作消息还没回复 我在公司还是个新人 也有很多难处 上班很忙 真的没时间帮你和乐乐做饭 嫂子深吸一口气 不耐烦地看着我 算了 算了 那你把酒店的钱给我们吧 我们自己点 我忍不住皱眉 酒店的钱是什么钱 嫂子白了我一眼 像在看个白痴 就是住酒店的钱啊 你本来不是想给我们订酒店吗 我们没去 你不应该把省下来的钱给我吗 本来 我还不好意思开口 想过两天再找你要 现在既然你这个态度 那还是现在把钱给我们吧 我目瞪口呆 要被她的强盗 逻辑气笑了 怎么叫我要把省下来的钱给她呢 我哥结婚这么多年 我怎么才发现 嫂子是个奇葩呢 我吃笑一声 嫂子 你是带孩子来玩的 还是来搞笑的 此话一出 嫂子立刻变了脸色 江月 你什么意思 我看也不看她字面意思 我实在忍不了了 我大一那年 嫂子和我哥结婚了 我在网上 看过很多姑嫂矛盾 不想自己和嫂子 也在过多的接触中 彼此生了怨对 破坏亲情关系 所以大学和读研期间 我的假期基本都在兼职 很少回家 和嫂子的直接接触也并不多 每次回家 我也都用兼职赚来的钱 给嫂子和小侄子带上礼品 嫂子收到时都很开心 会跟我客气两句 可今天才单独相处了几个小时 我就已经被她的自私没有边界感折磨得要疯 眼见着我们俩人剑拔弩张了起来 小侄子挖的一声大哭出来 嫂子也气得战红了脸 我们大老远过来找你 你就这个态度是吧 她怒气冲冲地拿起手机 发狠地按了几下屏幕 我这就给你哥打电话 让她来接我们 你最好也赶紧想想要怎么跟你哥交代 说着 嫂子拨出去 电话一接通 她立刻高声把我欺负他们母子的事迹 大讲一通 已经是晚上了 我不想争辩吵到邻居 任由她先自己发泄着 我哥在一旁安慰她 要她别着急 慢慢说 等她说完 我哥还没说话 我妈先在对面大喊了起来 月月 你怎么回事 怎么能这么对嫂子呢 我又委屈又气 我妈是个老好人 嫂子嫁过来后一直把她当女儿 甚至我这个亲女儿都比不过我 也早在一次次小事中失望 明白了以后 终究他们一家 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所以 并不奢求过多来自原生家庭的偏袒 可我妈愿意为了家庭和睦让步 自己的利益 不代表她也可以替我大度 我反问我怎么对嫂子了 我把嫂子当家人 可嫂子把自己当作客的客人 想让我顿顿好吃好喝的伺候哄着呢 我妈见我不服气更生气了 为了让嫂子消气 继续帮着嫂子指责我 嫂子也在一旁添油加醋 我就没见过谁家小姑子这么不讲理 没家教 对自己的亲侄子都这么扣扣嗖嗖 我就是让她点几顿外卖而已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要她买房买车呢 我越听越气 大口大口地呼吸 对着手机和嫂子大喊一声 爱住不住 现在 你现在就离开我 这话音一落 满是寂静 连电话那头都安静了几分 以前的我总是乖巧听话的 大概谁也没想到我原来也有脾气 嫂子虽然刚才自己叫嚣着要走 可见我真说出来了 她也慌了神 侄子小声地仰头问嫂子 妈妈 姑姑是在赶我们出去吗 我们是不是没有地方 可住了 她越说越害怕 哽咽着哭起来 呜呜 我不想当流浪汉住大街 听到侄子的哭声 我妈更着急了 乐乐 你瞎说什么呢 这么晚了 你嫂子带着乐乐能去住哪里 我悠悠开口住酒店了 嫂子立刻气鼓鼓地应声 好 你现在就给我们订酒店 送我们过去 我冷笑 我有工作要忙 要去你就自己去 本来 我最初提出订酒店时 是真心实意想自己出钱帮订的 可现在这酒店谁爱订谁订 我看着嫂子问 最后 问你一遍 你是要住我这还是住酒店 嫂子下巴抖动 看我的目光凶狠起来 我毫不留情地回到她嘴巴 张张合合 大概看清楚了局势 我是绝对不会再给她出酒店的钱的 她只能无奈地低头 嘴上却不肯让步 要不是人生地不熟的 我才不将就住在你这 听筒里传来我哥的声音 这就是了吗 都是一家人 吵吵闹闹 像什么样子 这么晚了 赶紧洗洗睡吧 明天开开心心 晚挂了电话 嫂子冷着脸带乐乐去洗澡 我拿起手机 看到我哥发来的微信 月月 你嫂子这人有时候是节俭地过头了 你别跟她一样 他们在你那住着 少不了要花一些钱的 哥哥回头不及你 你别生气了呀 没一会妈妈也发来消息 月月 我跟你哥说了 让她一会劝劝你嫂子 别给你添麻烦 你嫂子是嫁进咱家来的 我不能让人家受委屈 只能训你了 你别生妈妈的气 我看着屏幕上她的消息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计较的本来也不是多花了一点钱 我生气的是 明明我又出钱 又出力把嫂子和乐乐当家人 可嫂子对我毫无尊重和体谅 我的亲哥哥也有装聋作哑的天赋 他的妻子 妈妈 妹妹 争执出了结果 他在轻飘飘出来 当个一锤定音的好人 可如果他为人公正敞亮 这些矛盾又怎么可能积攒这么多呢 听着卫生间里哗啦的水声响起 我慢慢梳理着自己的思绪 听妈妈说 嫂子妈妈从小对她比较严苛 钱上管得紧 所以她对钱更计较一些 哥嫂家不是大富大贵 但吃穿不穷 又有我妈的退休金补贴着 怎么着来说 嫂子婚后也不至于节俭成这样 或许是有了孩子 开销太大了 又或者归根结底 还是我哥赚得少 才让嫂子没有安全感 不得不这样省着点 我思绪万千 同为女性 虽然吵架了 但我尽量设身处地为她考量 不想把她往坏的地方想 同时 我心知我无法割断和妈妈的联系 以后也是要回家看她的 这就必然避不开嫂子 临睡前 我调整心态 主动向嫂子示好 嫂子 我刚才太冲动了 有些话情绪上透了 你别介意 我跟你道个歉 今晚你和乐乐睡卧室吧 我去睡客厅的沙发床 嫂子嗡了两声 歪头倒下 乐乐 累了 早就睡着了 我叹一口气 知道她还有气 也不急于这一晚上 假装什么也没发生 于是关了灯睡觉 与其让家人都觉得是我瞒不讲理欺负嫂子 让妈妈哥哥和嫂子都对我不满 倒不如四两拨千斤买自己以后的方便 打定主意后 我连夜请了假 准备明天陪他们去玩 可没想到我的退让只换来他们的变本加厉 我这才知道 有的人是不值得共情的 第二天 我带嫂子和乐乐去环球影城玩 为了避开人群高峰 我特意加钱买了优素通 不心疼钱是管我哥要的 昨晚睡前我回哥哥消息 哥乐乐要去环球影城玩 我们三个人门票加起来小三千了 我工资还没发 既然他们能对我张嘴 那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隔了一会 哥哥转来三千 并赴言 你们开心玩哪 一家人之间 钱是其次 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他又补充 别告诉你 嫂子这钱是我转的 就说是你买的 我回了个开心的表情包 只要不再让我出钱 我也会说漂亮话呀 嫂子洗漱时听到我说 已经买好门票了 原本的冷脸才挂笑容 呀乐乐 这花不少钱吧 你才刚上班 太破费了 没事 我就这么一个侄子 我当然要给他花钱呀 我声音温柔 就好像昨晚 我们根本没有发生争吵 临出门前 我就把今天的行程 发到家庭群 妈妈回了大拇指的表情包 一家人就该这样吗 我哥紧接着在群里发了个红包 今天的午饭我请了 我刚想要点开嫂子的 立刻在群里回 你一个月才赚多少钱呢 这么大手大脚 嫂子笑着看我 月月 你知道的 哥赚钱不容易 男人嘛 爱冲面子 我微愣傲 嫂子你放心 我没领红包 嫂子点点头 你懂事就好 我点点头 我懂 可心中的含义 却不受控制的 又多了许多 红包最多二百 嫂子却都舍不得让我收 可笑的是 她还不知道 今天的花费 全都由她老公买单 我摇头发誓 今天之后 不会再在他们母子身上 花任何一笔钱 到了影城 刚刷了没几个项目 嫂子就身体不适 她找个了阴凉坐下 无奈地看着我 乐乐 后边的你 陪乐乐玩吧 我不行了 我笑着点头 那你好好休息呀 嫂子 乐乐交给我 我在心里 已经不把她当家人了 现在形势便也随意了很多 正好借这个机会 自己也好好放松一下 每和乐乐玩一个项目 我就把她开心的照片发群里 怎么都是你俩 你嫂子呢 嫂子不爱玩 坐着休息 让我带乐乐玩呢 中午吃饭时 哥哥看着披萨的图片赞叹丰盛 我顺嘴接话 这算啥呀 我昨天请嫂子和乐乐吃的自助两千多 还有波龙 我妈惊讶 乐乐你们吃饭花了这么多钱呢 我回 可不是吗 不过我就这么一个宝贝侄子 一个嫂子应该的 对不对呀 嫂子 我看着对面一言不发的嫂子笑 嫂子 群里这么热闹 你怎么也不说一句话呀 嫂子艰难地扯出个笑容 在群里回复 对 多亏了乐乐 我看着她不爽的样子 心里暗笑 花了钱 还要没长嘴 被埋怨的老好人 我再也不会当了 聊天记录的证据我已经留好了 以后如果她拿来我这玩的是在家里白话 我不管她 我可要把证据甩她脸上了 第二天 我要去上班 就让嫂子 她们自己玩了 一下班 我立刻回家 想看看嫂子 她们有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可一进门 一股凉爽扑面而来 我诧异 嫂子她们出门没关空调 我朝里面走去 走到空调旁边 果然见空调 还在呜呜地运转着 我叹口气 心疼白白浪费了一天的电费 接着又打开冰箱 拿了瓶水 前天被嫂子扔到垃圾桶旁的果蔬和肉又被嫂子收拾进冰箱了 鸡肉 牛肉 和几种蔬菜都拆封使用过了 我并不意外 通过这两天和嫂子的接触 我早就看明白了 只要不让她出钱 我这个嫂子就大方好说话得很 可但凡需要她自己出钱了 那就是一整个 能省则省 不过好在前天家里的垃圾袋是新换的 蔬菜也没被弄脏 我笑着摇摇头 路过厨房 却意外看到洗碗池里堆满了东西 走过去一看 嫂子和小侄子吃饭后的碗筷盘子全都没洗 污水机在上面飘着一层油污 我忍不住探出声 太不讲卫生了吧 我嫌弃地又看了水池几眼 实在下不了手帮她收拾 忽然 门外传来嫂子和小侄子回来的声音 妈妈好热呀 乖宝等会呀 家里开着空调呢 回去就凉快了 妈妈故意开了一天 咱使尽费你姑姑的电费 让她对我们这么抠 你是江家的宝贝 她的钱不给你花 还想着给谁花 嫂子发泄般的声音 一字不落地传入我的耳朵 我愣在原地 何着这是报复我的小手段呢 要是转动的声音响起 我急忙回神 嫂子和小侄子进来 我洋装正在喝水 惊讶地看着他们 嫂子 乐乐 你们回来了呀 嫂子眼中闪过一丝慌张 随即快速镇定下来 乐乐 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我刚进家 正想着给你们打个电话 见我语气轻松自然 嫂子渐渐也放下心来 吃饭了吗 我问 嫂子摆摆手 还说外面随便一家不起眼的店都贵得要命 我们还是回来做点吃吧 我点头 好 那你们休息一下再做饭吧 我要加班 就先不陪你们了 大概是心虚 嫂子这次竟然爽快地连连硬好 我打开电脑 开始认真加班 明知她一个人在厨房忙前忙后 我都当作看不到 以得抱怨我做不到 嫂子做饭很麻利 没一会就做好了 两菜一汤 她象征性地喊了我一声 被我回绝后 就自己和乐乐吃了起来 我随口问乐乐 今天玩得怎么样 乐乐苦苦了脸 我们没有票 博物馆和纪念馆都不让我们进去 我有点意外 问嫂子 你们没有提前订票吗 从他们半个月前 确定要来这旅游 我就提醒过他们几次 暑假是旅游旺季 我这又是著名的旅游城市 博物馆 纪念馆这种地方 就算是平时想去都需要提前预约 暑假就更不用说了 嫂子也有些烦躁 我哪知道去个博物馆这么费劲呢 乐乐你今晚给我们订游乐园和博物馆的票吧 我目瞪口呆 你们今天不都看了未来几天都没有票吗 我能去哪里订 她以为这些景点是我开的 我想订就能有 嫂子不满得皱眉 你在这代这么久 连这么点事都办不到 你找个人不就行了吗 你不认识人的话 我听人家说 也可以买黄牛票 你加价买黄牛票吧 总不能我们来一趟乐乐 什么也没看到吧 嫂子说得理直气壮 一个接一个的方案让我选择 但就是丝毫不提她自己能做什么 我被无语住了 但吸取之前的干价经验 我懒得再跟她硬碰硬了 我笑着回看她 一脸为难 嫂子 我刚上班不久 没啥本事 确实不认识什么厉害的人 这票我真搞不来 嫂子得意又不满地看了我一眼 勾纯 那你就帮我们买黄牛票吧 多花点钱 就多花点吧 乐乐是江家唯一的孩子 咱这不都是为了孩子玩得开心点吗 我这才意识到 原来嫂子来我这玩是打算完全当钱上的甩手掌柜呀 所有的外销都想外包给我 我点头配合她 嫂子说得对 你们先吃着 我这就帮你们找找黄牛 说完我拿起手机先回房间 黄牛票我是不可能买的 就连找我哥哥要钱这事我也懒得再做了 尽快赶他们母子俩离开 让我少生点气 才是我势在必行的 只不过 我不想撕破脸让她走 还需要想想办法 躺在床上玩了一会儿手机 嫂子推门而入 月月 我们吃完了 我们又出去玩 有做饭 太累了 你去收拾一下 洗个碗吧 现在她说出什么无耻的话 我都不意外了 我笑着硬好 先放着吧 等我给你们看完票就去 嫂子终于满意地点点头 看得怎么样了 博物馆的票黄牛没有 但是欢乐鼓的有 嫂子面露精光 我就说有吧 就是你们这种读过书的才傻 什么事都想着在正规渠道解决 我心中吃笑 她的自作聪明面上 还是配合着她的想法 嫂子一张成人票六百六十 一张儿童票三百六十 你转给我一千 嫂子微愣 迟疑道 这么贵 没便宜点的吗 我善笑 你也知道 今是物价贵 咱这又是找的黄牛 肯定会溢价 那你再问问别的黄牛呢 我笑叹一声 我的好嫂子 我当然知道要找最划算的了 只不过问了几个都没票了 只有这个说刚好还有两张 咱买吗 嫂子眉头又不自觉地皱起 眼神闪躲 沉默几秒 她看了看 随意地说道 你先付钱买了 一会我再赚 你总不能来了一趟 什么也玩不到 我苦笑 嫂子 我这个月还没发工资 这几天我也花了 也不少了 我手里连下个月交房租的钱都没有了 嫂子搭了下脸 你怎么这么穷啊 我笑出声 对啊 嫂子 我就是在大城市打工 看着风光 其实私底下过得比谁都紧 八八件从我手里抠不出钱来 她不喜地犹豫 我提议不然给我哥打个电话 让他给我转一千 反正也是给他老婆儿子花钱 他肯定开心 说着 我做事拿起手机要打电话 等会嫂子一把拦住 什么高级的欢乐股 要一千块钱 这么贵 这都是家里半个月的菜钱了 我歪头无奈地笑笑 对啊 半个月的菜钱去不去随你 反正要去玩的是你儿子 又不是我儿子 趁他犹豫着 我看了眼手机 大惊 嫂子 我刚接到通知 我明天要去出差了 这么突然 嫂子一脸狐疑 我点头 明早就出发 不跟你说了 我先收拾行李了 说完不顾他的眼神 我立刻拿出行李箱 开始收拾衣服和常用物品 我惜命继续和他们待下去 对我的乳腺很不友好 伺候不起 我还不能躲吗 直到睡前 碗池子里还静静躺着满满当当的碗筷 谁吃的谁喜 想要辛苦 外包我可不答应 第二天一早 我立刻带着我的行李箱奔赴公司 趁午休时间 给自己订了公司附近的酒店 出去住 虽然花点钱 但却可以买来清净 嫂子和乐乐 已经来了三天了 再待不了多久了 他们又没提前订任何景点的门票 那热门的地方 他们就一个也去不了了 剩下的时间 要么早早回家 要么在家里或者家附近消耗时间 只不过再想让我又出钱又出力 还要被她阴阳指责 那是不可能的了 晚上 我刚惬意地躺在酒店的床上 嫂子电话就来了 月月 家里停电了 怎么回事啊 我这才想起来 白天我收到电费即将用完的提醒 不过我故意没处理 我悠悠开口 可能是没电了吧 嫂子 你交上点电费就行了 嫂子立刻反问 凭什么 我交 这不是你家吗 我轻笑一声 可现在住着的不是你们吗 空调电器整天开着的时候 你得意洋洋 现在需要交电费了 开始推脱了 嫂子那边沉默几秒 月月 你现在是几十块钱的电费 也要和我计较吗 谁家小姑子像你 我见她又要牢牢叨叨 说些烦人的话 立刻打断她 你说啥呢 嫂子 我这不以为 你在我那白吃白住会不好意思 这不才替你想了个花小钱的办法吗 想着你交个电费也不贵 还不用觉得亏欠我了 我都是替你着想啊 嫂子哼了一声 你可真是会替我着想 我顺着她的话接话 那肯定的吗 你可是我的亲嫂子 乐乐可是我的亲侄子 听着她大口大口的呼吸声 我心里暗爽 告诉她 我这就交电费 不过我们小区交了电费后会延迟到账 让她耐心等一会 挂了电话 我又每每刷起视频 延迟是不存在的 但是不让他们感受一下 没空调的夏天有多热 怎么让他们知道 他们故意开一整天空调的影响呢 看着手机里近四十摄氏度的天气 我嘖嘖感叹 嫂子百因必有果 人是要为自己的行为处事付出代价的 一个小时后 嫂子又打电话来催促 我洋装恍然大悟 嫂子 我没在家 忘了家里电表的号码了 号码就在客厅的小抽屉里 你自己看一下 网上交上吧 嫂子被气得直接耿住 半晌 她气得拔高声调 那你早点不说 天气热的她 已经没有心思再跟我生气掰扯了 手机里传来她拉着拖鞋 朝客厅走的声音 几分钟后 手机收到缴费成功的信息 嫂子交了五十 之前欠费二十八 现在余额二十二 我在电话里 对着嫂子贴心地说道 等我回去了 转给你啊 嫂子 没有门票 去不了景点 在我那住着 又需要自己的花钱 吃饭交电费 眼见占不到什么便宜了 嫂子很快就买了第二天的车票 他们走那天 我还在公司上班 我帮他们打了车 到小区门口爱特她 嫂子前天带乐乐玩我请过假了 今天老板不让再请了 我帮你们打了车 一会到楼下接你和乐乐 同时艾特我哥 你记得去车站接嫂子康他人之楷的事 谁不会做 看着滴滴的行程到了车站 我立刻收拾好行李箱回家 吃一欠掌一致 这次之后 我不会再让任何一个来这玩的亲戚 住进我家 至于以后 我做好了维持表面亲戚和乐样子的准备 他们若对我好 我就对他们好 他们对我只有算计 我对他们就直接少联系 人生的路 归根结底 是要自己走好自己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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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